有袁利明和聲竊醫生 和你一起成就網上最大檔 好 大家好 網上最大檔又是殘陣出擊 這排也是 今天沒有萬必 因為他要做什麼 小童群議會有一個 Drama 在沙田 好像差不多這個時候就會完 所以他說他可能會趕回來 小童群議會搞得有趣 不是的 小童群議會是很同志朋友 是嗎 對 是同志朋友 據我了解 那嘉靖應該去找他 小童群議會和嘉靖 獨開他們的小童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在灣仔有一個地方 給我們借長繳活動 對 我不是很知道 誰說你借了一個活動是給錢的 對 但他肯借的就是這樣 晚必會應該會一會兒回來 對 他會遲些 我等他的立法會 Gossip 你還要對他會Gossip嗎 我猜他最主要是 看一次有沒有人約 如果沒有人約他就會來 好的 所以今天我是三個 今個星期 其實反而正當消息是比較少 一出了施政報告 其實就沒有什麼 交論 或者暖24的人就少了 當然就去了 有心有力 對 就是去了施政報告 我們一會兒再說 我們先說一下 一個小政黨肉火重生 昨天我們去了 這個真的是政黨 這個就是政黨 其實又不是這樣說 這個不是政黨 其實是政團 所以它不是政黨飯 但它是一個很有型的組織 是 有歷史 有歷史 意思是有規模 有規模 有實體 有加構 有加構 有會員制度 有會員制度 不是一些比較鬆散的組織 鬆散少少少 鬆散少少 鬆散少少 所以昨天就是前線 這個叫肉火重生 兩週年的會慶 我們全部都有 這個叫不是政黨的原因 因為我很記得 我很記得 那時候95年選舉之後 應該是六個立法會議員 組成前線 劉慧卿 王前麒廉 劉千石 李卓人 梁耀忠 還有一個 我不是很記得 應該是有六個人的 組成前線的時候 很大聲說是群而不黨 群而不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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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群 其實是正群 所以一路以來 我都會嫌 小心點咬字 什麼叫正群 正群 正群 不是正軍 一路以來前線 都是一個叫政團 其實一路以來都幾多 包括國立法會議員 尤其是95年 那時候是非常之多 是 所以其實它成立 應該是97年 如果沒有記錯 但是昨天那個 只不過是兩週年 純粹是因為前線 在1909年的時候 因為某人 正you know who 要加入民主黨 所以搞到組織差點結束了 要重新在註冊處 要重新在註冊處 所以嚴格來說 嚴格來說 他們叫這個叫兩週年 其實昨晚幾成大 我覺得 現在多少隻眼 20隻 20隻 但是人民力量 前世人民力量 其中一個承認之 當然人民力量 大部分人都有出席 但是嘉賓是更多的 我也覺得是 比起人民力量本身 他是多很多嘉賓 如果你說是人民力量 搞一個飯局 或者一個聯餐 聯歡聚會的話 來的嘉賓是相對少些 昨天是比人民力量自己搞 是多些的 譬如昨天會有 社民聯就有 牛和全毛 亦都有新民主同盟的代表 就是反國 另外還有其他 相對上 地區組織一些的 團體的代表 另外最短目的當然是Dream Bear Dream Bear Dream Bear 這個大家可能在上 也看到 還有譚瑞文呢 譚瑞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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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建制派 支持共產黨人 當然是 他對於民主派別 所擁護的議題 他有時走得很前線 譚瑞文呢 譚瑞文呢 保釣他是很多年都有捐錢 就是在立法會選舉之前那次登陸釣魚台的事件 其實他也跟他們拍了一張照片 就是跟一眾登上保衛釣魚台人士 剛才那樣 其實做了很多年 或者是在牛的民間電台裡面 劉沐鴻也有捐錢 所以你說他是否一個很根正苗紅的紅色人士 我覺得他是 但是你說他是否完全否定民主派的工作 或者他們的理念 他又不是的 他不是的 我的理解就是Dream Bear 你們在城市論壇之前也有些交往 Dream Bear在年少 都各個政團捐錢 他走到哪裏各個政團捐錢 是啊 所以無論是民主派 無論是建制派也好 都受惠 但無論如何 Dream Bear出現 又發言 發言就是 你到什麼時候 我還未到 我知道 但你知道他坐在玉文旁嗎 知道 因為他倆是朋友 其實玉文後來發言也有說 有說 他說State都算老友 是啊 他還沒有大舊 他和玉文後來 然後Mo哥來了之後 都是和Dream Bear一起坐 但是Dream Bear發言的時候 當然 比起其他嘉賓發言 只有掌聲 當然是比較多不同的雜音 有口哨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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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掌聲 你看到他說的話 其實我不太明白他說什麼 基本上都是一些 大中華里路 又說國民黨 我覺得最特別的是 我覺得他每個人都朋友 其實他不理 如果政治立場 就肯定是不同的 但是他代表一個政權 但是純粹在交易上 其實昨天我的理解 他是以保釣委員會的身份 我見阿恩山出的聲明 都是以保釣的人士去稱呼 是的 所以阿牛也是 是的 所以沒有什麼 其實我覺得 我和他兩次做過街頭辯論 上天都是不講理 他都不停約吃飯 我當然沒有去 因為我這些 沒有資格和他吃飯 但是基本上 他是很清晰 他是一個什麼人 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什麼人 他的立場也是很清楚 所以這些活動 有時候有他 我就覺得沒有問題 其實 因為講到尾 我們就招罵他 甚至發言也是招頂的 沒有一個發言 就叫做夢寒 不停嘲笑他 現在是被CY遺棄的一個人 所以大家清清楚楚知道 在哪個位置 其實是OK的 我也覺得是 這個就是成熟民主制度的表現 各自有不同的立場 然後是一個民主制度 各自互相表達 但是當然香港沒有一個很民主的制度 但是你那個中心思想是一樣的 你都是各自擁護自己的意見和宗旨 沒錯 你反過來看他 其實都不失為一個民主成熟的做法 就是反過來看 雖然他的立場 你說他 我覺得是的 其實他 鼓勵打花齊放 他鼓勵打花齊放 他鼓勵打花齊放 他鼓勵政黨政辭 是啊 當然 你問我 我覺得他中心當然是支持共產黨 一黨主政 但是他挺特別的 他是反過來的 他就口講 甚至可能他深信 是支持共產黨專政 由什麼而七 但是他的行為 是相當符合 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 一個 我不知叫做 保皇黨 或者執政黨 的一些行為 跟所有人都朋友 可以討論 八方齊放 而且他真的很喜歡說 雖然我不同意你的意見 但我誓死捍衛你的 他很喜歡說 他很喜歡說 所以 這是有兩種形態 因為他自己都被人打壓 不是他未被打壓 他做糧粉的時候 都可以的 他都可以的 即是他可能是內圍的 核心的外圍 那一定是外圍 不用說 但是呢 就是他外圍的內圍 還是內圍的外圍 是啊 他一定是核心的外圍 至於剛才你說的 我不清楚他是誰 他一定是很外圍 他是內圍比我們 硬定是 他是很外圍 他超外圍的 但是他反過來 有一種人 就是滿口民主 但是做的事情 反而是不 口封建 建制 一定要是一黨話事 黨是大曬 那些事情 反而其實就是這些 那你說哪一種可惡 我又說不到 其實老實說 我講不到哪一種可惡 那你問我們支持者肯定四方可惡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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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 所以 但是這些討論 其實 我想說 例如有劉夢鴻出現在這些場合 我覺得挺有趣 另外一件事 挺貫徹 我想我和劉翁都認同的一件事 縱使你有多不認同 譬如其他的建制黨派 包括民建聯盟 或者工聯會 也好 你在一年365天 或者乘四 就是這千多天 你每天都可以害他 無時無刻 你都可以害他 但是所有地區直選而贏出的 你不要害他 在那一刻 當他們宣布票數 那一刻我任何人都會拍照 因為大家都在參與一個 縱使香港的立法會制度不民主 但起碼在一個場面是民主 大家在同場競技上 是公平的 理論上是公平的 總之一格格的 例如有些人 你是連地區直選都否定 因為整個制度是不民主 那你可以全記錄都開了 那你不要參加 你不要參加 你不要參加 你全記錄都開了 包括人力量 全記錄都開了 全記錄都開了 在會子外面 罵爆這班人 出賣 OK的 其實很OK的 但是我們 我們的立筑就很簡單 我們是要把我們的理念 用一個更大的平台 要發揮出去 但是一定要 起碼符合我們最基本的原則 就是直選 所以我們要參與直選 我同意宣揚 你只要強行的那些公民組別 是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甚至那個說 那個是民主黨派的 你都可以強行 因為我根本就是反對 西浦瀨光 甚至郭榮鏗 那些我都可以強行 你可以強行 你都是公民組別 對不對 但是如果是直選的話 你平時三不十四日都可以強行 因為你跟他政見不同 你說他出賣什麼都好 那天經過了一個民主的程序 就是不行 你是只可以說 你贏了 好贏 或是你輸了 你瘋瘋瘋瘋瘋 那一刻不行 那一刻不行 就是站在我自己的個人道德來說 我在那一刻是討不下的 是啊 是不可以的 如果不是你就會變 你反而就是做不到你想爭取的那件事 在行為上 那你只是在爭取什麼叫民主 除了當日一個人 他都是從一個民選的制度裏面 跑出勝出的時候 但是你就是在討論他 嗯 那你其實是在否認那制度 是的 但是你是在爭取這個制度 是的 其實也是在討論他背後選 那幾千千萬萬的選民 是的 我們都知道 不尊重選民這件事 是絕對不行的 是的 另外等於近來講得很熱的一件事 就是愛港力的Banner 是的 就是他周圍掛 其實他周圍掛 法輪功也是周圍掛的 是的 那大家都去周圍掛 我想不到為什麼大家硬是要掃外港力那些 其實如果你掃是應該掃法輪功那些 就是大家可以出力地掃的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你不應該針對那個外港力 所以你是大力掃的 嗯 那這個是一點 例如有關於捐款的問題 那這個其實是全線的問題 那就是全線的問題 我們不如自私 但是我覺得 基本上一個項目 就是 都要理解一下 就是一價格的問題 就是你簡直是不食周圍的 OK 就簡直是要離開香港 因為呢 就好像危行這樣 不可以跟共產黨有任何關係的 是 他賣給你的水都不行的 OK 是不是 他我不知道怎樣 他怎樣捐助你 或者什麼都好 就不行了 那你就要離開 這個是無法選擇的 甚至你要住在一個國家 是不跟共產黨做生意才行 如果醉到那麼絕 我覺得可以 那他消失於地球 對 對 總之你要貫徹 就是我意思是這樣 我意思是這樣 那就是一價格這樣看下來 他又可以接受他的 又可以在香港可以住 也有家旺 甚至譬如你可能是 在你的民主運動的過程裏面 有很多事情是 大陸製造的 OK 要靠國內的廠的 OK 或者甚至國內的廠 可能他為何可以在國內的廠開廠呢 是因為他貪污的 走後門的 那你會不會去 不跟這些人做生意呢 或者不用他們的產品呢 去譬如做期番 譬如我們做的那些燃燒產品 很多都在大陸製造的 是啊 是不是不做呢 我覺得一格格的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你 是一致你自己的理念 而且 我覺得公開很重要的 OK 因為告訴別人 我便做了這件事 然後我就繼續 罵共產黨 是啊 那就是等於食共民建聯 是啊 XXX的 是啊 食共民建聯 去投XXX 或者XXX 是啊 XXX就好一點 XXX就好一點 那 那 其實你是在鼓勵那些 選民出賣自己呢 是啊 其實又不是任何的 是啊 所以我覺得 這些討論可以繼續有的 但是我覺得 最重要的是一致 你想回自己 是不是做得這麼足 在華人 或者是批評 在一個論斷的時候 自己又去到什麼地步呢 做得多足呢 會不會被人論斷呢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我覺得沒有問題的 你是不食周宿的 你躲在不知哪裏 格令蘭 這樣 這樣就自己捉魚 自己打魚 這樣就跟共產黨 沒關係啦 OK的 其實我覺得OK的 那你就可以論斷所有的事情 是 但是不行的話 那你就用一格格這樣看 那哪一件事呢 是為之能夠 consistent 如果不 consistent 那其實呢 就可能是滲了個人情緒 思願 或者其實只是思維不清晰 那這個節目呢 或者我們在這裏講的事情 就是令大家思維清晰一點 是的 而且這麼快升到 所謂是否密通匪類的層次 就是太過言過其實 我覺得太過嚴重了 我覺得通匪類都總好過自己是匪 嗯嗯嗯 哈哈哈哈 喂 今天是 沒有啦 今天是我們 就是 搬進來這個辦公室的 剛剛好一個循環了 就是做完一個星期 我也明白當中有很多 不是很相信的 我現在 是CEO 我在等一些影像重溫 喔 因為那個伺服器 還未搬得及過來 因為其實 即是順序第一節 你CEO又來解答一下 又來解答 好 大家在上面問 現在暫時沒有視像重溫 因為其實那個伺服器 就是舊公司 要搬過來 就需要那兩個同事去做 但是那兩個同事 就是在過去這一個月 就是做了全公司的事 嗯嗯 經過了這間公司 即是全時間地做的事之後 這間公司其實 除了可以沒有了 應該這樣說 反過來 其實都可以沒有了消育員 因為 有些東西可以保持運作 有些東西可以保持運作 有其他東西可以 最重要是他放下錢 對 他平時也是玩 甚至乎都是可以的 即是他來做一個客席主持 都是可以的 但是你說沒有了其中 其中一些 即是落手落腳的 某一個同事 我不特別開名 這間公司是不用搬的 他這個人可以做完所有 包括訂電話 即是選擇電話系統 搬的時候 可能去鴨寮街 那製造一些咪架 基本上大大小小 全部都是一個人做的 而說的不僅是人網的部分 可能還有電影公司的部分 還有電影公司的部分 還有另外借貸的部分 即全部都是一個人做的 即是如果共產黨 要推倒這個人網 去收買這個人就可以了 是呀 收拾我不開名 是呀 財務部 真的 財務部 財務部 真的 我們找多些義工 要去 由朝到晚 要保護他 如果不是要的 或者滲透 所以我不開名 就是這麼簡單 是的 總之現在司法說了 現在可以繼續 大家把 有什麼意見都可以進來 盡量回答 還有很多時候 我們那邊真的沒事 譬如過去這幾個星期 特別是頭三文 其實我每天 由晚上八點鐘開始直播的時候 我所有機種都拿出來看 在我那邊真的沒有 即是你說偶爾突然有幾下 當然有 但絕大部分時候 我都是沒事的 所以 而且不只是我沒事的 起碼我認知的人裡面 他們很多人都覺得 喂 沒事我很相信 但是有些人就 在卓會那裡不斷地說 我不知道問題在哪裡 因為始終畢竟 用互聯網廣播 不同大電波 不同你用開著電視 開著3K就一定收到 即是你收到就收到 要是3K壞 要是發射站 要是對加壞 但是在網絡廣播上 就多了很多 component 多了很多variables 所以有時候 可能我們的問題 有時候是用家 收到的問題 即是你自己拿電話看 拿3G還是LTE 都已經很不同了 我還有投訴 趁這一節還有些時間 我是不行的 Samsung Android 兩年前 不是兩年前 2個月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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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行的 接著是他們不知道 和我按了什麼 我也不懂的 去到我們這個年紀 不可以叫做 tax savvy 不可能叫做 對於所有的科技 所有的Gadget都掌握 但我們都不叫做 完全一概不知 沒有理由Android 不行的 但其實是Samsung 不斷地在改它的更新 不斷地在改它的Software 理論上可能我們的Apps 就是不能夠與時並進 是不是這樣 我就發現外上網那個 無緣無故打橫不到 嗯 是嗎? 是喔 那也是 但其實最靈異的事件 你當我藉口也好 或者什麼都好 我真心地相信 其實潘兆聰的節目 真的是靈異 是嗎? 真的是靈異節目 譬如昨晚 昨晚我自己在這裡 看著他做直播 因為昨晚他其中一個 topic 就是 請了一個師傅上來 就是他每次在人網搬入 去新辦公室的時候 他都會做靈探 就是靈探不靈探 硬硬是喜歡在自己公司靈探 結果我不說 因為可能有很多人不相信 甚至他說在廁所裡有隻鬼 就是一間一間一門學派 如果當是有就有 最邪惡的事件 我不懂得解釋 就是 我昨天在12點左右 約12點左右 我坐在辦公室那裡 突然感受到我的辦公室外面 就閃了燈一下 那就沒什麼問題了 過了一分鐘之後 開始在討論室 是昨晚的 昨晚 看見有人說 斷了什麼都收不到 死了 聲音又沒有 畫面又沒有 而且是空隱 風隱地流 我知道一定是出了事 接著我走進去之際 同事就出來說 喂 我們正在錄影的那部機 以及正在出街的那部機 死了 然後發現了 咦 跳電 因為原來有很多朋友 在check room說 其實是港島區 應該是 港島區是局部地區 正在調電 很多人運動 跳電也沒有所謂 但是厲害就厲害了 人網裡面 這個範圍裡面 有四個Studio 四個Studio 我想有三十部電腦 三四十部電腦 所有電腦都沒有事 而零零碎碎 在潘充那兩間房間是有事的 那兩間房間正在直播 以及在錄影中的那個有事 那我不懂得解釋 接著我又說 是這兩間部有事 那怎麼辦 我不會等它 restart了我們 對 沒辦法 就是這樣 所以潘充是靈異一點的 但是 剛才你也有跟我說過 就是現在這個都是有靈異的 我明白 那些人說是 就是潘充的節目有問題 或者是跳電的問題 應該這麼說 是跳電的問題 但是 我都說邪了 都說這個區域裡面 是所有其他地方都沒有事 是零零射射 是它那兩部機有事 還要是其他那些機是沒有事 就是不關直播室 在它的Studio裡面 不關直播那些電腦那些系統 那幾部機是完全沒有事的 我不懂解釋的 沒有解釋的 只不過是偶然 對我來說 這只是偶然 所以潘充多人聽 因為是靈 這些全部都是偶然 當不是這樣發生的時候 你就不會把這件事 當一件事這樣說 只不過當發生是這樣的情況 你會把這件事這樣說 其實 所以當那些同事 就可以跟我說 真的要找人來看看 然後剛好是蕭定一走過 你跟蕭定一說 蕭定一說 蕭定一說 兩個字 我也是屬於這個派系的 其實 其實很多人都是屬於這個派系 那我就沒有 我都是照邏輯去做 做得幾多得幾多 那大家繼續擺意 但這個節目已經是一個星期了 因為上星期是第一次在這裏 視播 那你就算看到 Studio 裏面 有很多事情 都還未準備好 對 譬如我們現在看到這部電視機 我們現在看到電視機 這樣就好很多 可以看到自己出街的情況 早兩天之前 昨晚才開始有 前一天 都未有 但是 譬如前面看check room的電視機 這個可以看check room 是啊 好啊 但到現在仍然未博 好想這件事很久 因為又是 最大危機被共產黨滲透的同事 還未有 明白 明白 但CEO是否 順便我們用一些時間 說這些技術 是否打算再製作一個鏡頭 就是可以在裏面 打一些訊息 還要三分鐘 現在決定在check room的機 在check room的機 做 對 因為這樣可以省下一個鏡頭 和電腦 明白 但他這樣做 會不會讓check room的人 看到他打個訊息 進來 不會 當然不會 另外兩件事 好 好明明 就不用在玻璃那裏 還有兩分半鐘 有時又溝通不到 另外 這個星期最大的宣佈 當然我們跟Youtube簽了一個合約 就是會成為夥伴的關係 就是partner partner 在香港來講 其實真的跟他 officially 官方式的deal的話 據他們所說 就是不夠一百間 只有兩位數字 譬如是否通過Youtube的影片 你會有錢賺的 即是有多少view就有多少錢 等等 當然是有的 但你不用一定簽partner 才有的 但這個舉動 我覺得是比較大步 以及升了另一個層次 因為你始終在香港做網絡廣播 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你的頻寬問題 無論你怎樣投資下去 都是不夠的 因為如果你越來越大的時候 即是你越來越多聽眾的時候 其實你需要的頻寬就會越來越多 那你需要的頻寬越來越多之餘 那別人會收你錢 但你控制的頻寬 怎樣使用的頻寬 其實你有另外一些機會 控制怎樣使用 那這個又是另一個投資 所以其實是無市經地去投資 都幾大一份成本 其實根本就是 最大的 所以為什麼有這麼多人 不去選擇走這個方向 譬如大班一組覺得 其中一個論述就是 他覺得如果做網絡廣播 你頻寬是很難應付的 你不同一開著的收音機 他這樣發射出去 有十萬人聽到 有十萬人聽到 但網絡廣播就不是 你限制於頻寬 當你跟Youtube宣布了合作之後 其實我只是射給Youtube 其實我只是射到他的背面 然後所有人就去Youtube拿 變成對於我們的投資成本 就省了很多 但我覺得同樣經過 這個合作關係 還要怪一點 有一些所謂的partnership 就是譬如某一個特定的event 就用Youtube來做直播 譬如那時候那個 一晚赤高空跳下來 好像也有Youtube直播 但那個直播只是一個event 我做完就沒有 是一個contract 如果我沒有記錯 亞洲區應該是五月天演唱會 有這個 好像我也聽過 在Youtube 但現在我們在做的 是天天都做過 是一個continuous 發生的一個合作 我知道Youtube 是幫你做直播嗎 會 我不知道蕭先生昨天在節目裡有沒有說 其實我們會在下星期一的封下小小那裡嘗試 我從今天開始 所有東西都會說是公測版的 我真心地這樣說 即是 我在開會的時候 即是跟蕭先生有一個對話 就是我打算是by invitation only 是啊 這樣才會威脅 是的 即是第一次試過 即是Google Plus 其實開頭的時候是要by invitation 才可以參加 那你先 現在你叫我們subscribe 那是不是已經叫invited 還是我們還有一個screening process 那蕭先生斷了 哈哈哈哈 他就覺得要試 就全部一起試 哈哈哈哈 那所以大家 所以那個就不是C冊嗎 即是Lay My冊的叫什麼 封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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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那個版本 應該不是叫封冊 就是公測 那是公測 即是beta版 OK 我們正在嘗試 那這個嘗試可能是嘗試幾年 哈哈 但無論如何 如果未subscribe 就快點去subscribe 香港的網絡 即是以後我介紹 那些人去看youtube那些 archive那些 其實都已經OK 因為之前我其實不敢做這件事 即是 即是你們自己official這樣放上去 我也覺得怕會減掉那個hit rate 是啊 那些人流 其實跟youtube現在這個deal 就是不會影響到的 即是你在youtube的player那裡看了 其實都會計算到我們那裡 即是他都有一個辦法 在那裡計算到一個數目給我們 所以就影響不大 所以我們都會 其實看youtube方便一點 都會盡量利用youtube那個做法 因為其實我們都知道 其實你即時收聽 其實都可能是幾千人 但是以download數來計 就去到以十萬人次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以人次來計算是過十萬的 是的 特別是去到一些重頭節目 譬如毓民、孫生、潘充等 所以我們都知道 其實下載或者之後重溫的比率是高很多 所以那一部分我們要特別照顧 如果我們有youtube的時候 其實我們那個storage 即是毛限量差不多 我們就將那些影片的質素 就會提高很多 然後就會上載youtube 那大家就可以 是的 沒錯 隨意門已經去到1080p youtube上的那個 是很清晰的 其實這個做法對 因為我也收到不少支持者 他們說 因為他們以前有些要翻牆的地方 他們要下載了你的影片 去特意發電郵給他們 那如果你升到那麼高 他們就下載不了 明白 知道 所以昨天已經討論了這個問題 我們說明是一個測試版 當然有很多東西我都未掌握得到 所以都是測試了之後要逐步去整理 所以是一個測試版 我希望大家支持 休息一會回來講甜心報算 嘩 Jackie Ninh真的很厲害 我不試過都不知道 原來真的可以 Jackie Ninh 當然是怎樣 相信我 Jackie Ninh 超棒 你在說誰 你連Jackie Ninh 也不會 認識 當然也有暗瘡 有Jackie Ninh 沒暗瘡 是不是電話公司 請問Jackie Ninh電話給你一號 任何類型的暗瘡都可以治癒 身體質素改善 暗瘡自然就終極了 我找Jackie Ninh回首 她兩個月替我解決暗瘡 一沒了暗瘡 我心翻了 有Jackie Ninh 沒暗瘡 在1974年 一部改變美國恐怖電影史的電影 今年 可能是你第一次 親眼貢政3D殺戮現場 特州控的殺人狂3D 1月31日 埋身約殺 想減肥又不想辛苦 還要有得玩又開心 和平通全香港 快點來 例程美學幫Bally Dance Corner 他們有 減壓瑜伽班 燒脂印度舞 健體排排舞 素身抱皮舞等等 自己覆場練習都可以 而且還有多款跳舞衣出售 現在星期日 還有免費試玩班 想知詳情? 快點上www.abdchk.com 或者打27826818查詢 我先去報名吧 靚波王促身推出赤板豚骨煲 鮮辣新口味很特別 除了正宗澳門豬骨煲 和靚波王 他的新鮮首節肥牛 和專門搜羅的優質新鮮